今天我们来熬个金菊酱 金菊只可化糖 可惜季节很短 熬成果酱 可以当成小零食 5斤新鲜的金菊 2斤冰糖 还有柠檬1个 先把金菊清洗干净 再加盐搓洗 这个金菊的粒也要去掉 不然熬出会影响口感 柠檬洗干净 2磅备用 新鲜的金菊 水量非常高 可以整个熬 也可以把它切开 整个熬可以当成小零食 口感比较好 把金菊倒入锅内 再倒入冰糖 起锅 烧火 之前加一碗清水 这样冰糖才能快速融化 一碗就够了 加一碗水 冰糖融得快一点 将底部的金菊不会烧焦 前期不要去翻动 避免金菊被翻烂 冰糖全部煮熔后 来几点柠檬汁 柠檬汁 柠檬汁 可以调和酸性 盐长保质漆 让它慢慢熬 把水分熬干 熬这个果酱 火候控制很重要的 前期要大火 后期快好了 火就不要开那么大 这金菊已经熬了一个多小时 看这金菊晶莹剔透 糖浆已经完全滲入到金菊里面去了 来看一下火候够了没有 拿一网清水来测试一下这个糖浆 第一个糖浆在清水里 滴下去糖浆能成形就差不多了 这个还要再熬一下 再熬5-10分钟就可以了 熬好的金菊酱把它倒到盆里冷却 等到放凉了再来装瓶 金菊已经放凉了 看一下 很粘稠啊 金银剔透的 想不想吃 这样熬出来的金菊 表皮韧镜特别的好 可以直接当成小零食 小孩子咳嗽很多 有事没事就给它搅两个 特别的好 也可以泡水喝 五斤金菊 两斤半冰糖 熬了这么一点 自己留一瓶 给小玉吃 其他的 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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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